热油后爆香姜片和蒜末 爆香后把提前腌制好的香菇加进来 香菇泡发切成小丁后加点蚝油腌制至少一小时 香菇炒汁有香气了就可以加入肉碎了 肉碎也需要提前腌制才会滑嫩好吃 炒至半熟后才倒入一杯半的水 可以开始调味了 调味料我只是放了蚝油和甜酱油 最后再加一点点的黑酱油让颜色更漂亮 试味道后再自行调整成你们喜欢的口味 起锅前勾芡就可以捞面了 一次过煮多的话可以打包成自己要的分量 然后冷藏起来慢慢吃 要吃的时候拿下来解冻加热即可 拌面或是拌饭都好好吃 拌面或是拌饭都好好吃 好香 拌面或是拌面 谢谢大家 直接拌就好 很好吃 这一大前 饼 我会安排 被命放松